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过这种方式 这些企业就不必使用价格昂贵的直升机来从事这些工作 也可以不必派遣专人前后检查 从而避免危险的发生 也为2011年由乔曼森多尼 Jonathan Downey 创办 他的父母都是飞行员 该公司对出为编程无人机 改发了一套自动驾驶系统 可以通过特定路径来收集数据 还可以帮助企业检查屋顶破坏情况 了解矿景拔掘出多少人材料 或者为建筑工地绘制实施更新的地图 该公司随后又尝试开发自己的无人机 然后又转型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帮助其以最高效的方式使用无人机 Jonathan Downey 在发展高峰期 Jonathan Downey 在2015年 推出了自己的商用无人机基金 并在2016年收购了一家38人的无人机分析创业公司 该公司希望证明无人机不只是战争机器 并因此获得了很多关注 但久而久之 商用无人机硬件公司 随机附带的软件已经足够优秀 导致L5R逐渐被边缘化 并在过去两年进入下降通道 还展开了裁员 最终在今天正式倒闭 但此事确实出人意料 因为L5R东京总部4天前还刚刚开张 还与三菱建立了投资和合作关系 L5R开发的软件行业领先 大领先幅度太大 以至于市面上的硬件 不足以真正生存它们所需的数据来测试软件和训练算法 一位前员工说 所以 他们花费很多钱来定制硬件 包括两台室内无人机 一台AT28多选一无人机和一台CDNIT固定一无人机 但在投入了大量开发时间和生产资源之后 这两个项目都因为大家和L5R硬件逐渐满足需求而废弃 L5R也证实了公司的倒闭消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市场转型时期是多么艰难 我们在商用无人机市场亲眼见证了这一点 我们是这个市场的先行者 也是首批看到无人机在商用领域强大力量的公司 但不幸的是 市场走向成熟花费的时间超出我们的预期 而我们也通过几次必要的转型将自己定位于长期成功 但我们耗尽了财务资源 因此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团队 客户和合作伙伴 我们将会关闭借务 这不是我们过去几年努力奋斗所要追求的商业结果 但我们还是为公司取得的成就 以及在推动无人机分系与提升生产力 减少中线 让员工也受伤害方面获得的领导力 在结束Airware的篇章时 我们希望感谢那些相信我们 并始终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 虽然很难对团队说再见 但我们还是希望感谢他们为Airware和整个行业做出的贡献 我们期待着看到他们如何利用自己在Airware学到的东西来继续推动创新 Airware员工将获得一周的离职补偿 Cobra保险将市缴到11月 未使用的带薪休假也将获得补偿 这家创业公司似乎无法继续获得所需的资金 或者无法获得Cartipula等战略伙伴的收购 Airware的结局被那些大刺烧钱的创业公司敲响了顶钟 如果该公司能够节约一些资金 给客户更多时间来探索无人机的使用方式 或许就可以更长命 有的时候即便是拥有最大牌的投资人 也无法避免公司的管理失误 一位前员工表示 正是因为银行账户上躺着1.18亿美元 才让Airware平时过于激进 而没有保持耐心等待硬件的进步 他们还花大价钱从谷歌、AutoDesk、Space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艇局挖来了很多一流人才 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过瘾云烟 哇,城市招聘院子类正在招募编辑记者 工作地点在北京中关村 期待有才气 有热情的同学加入我们 相关细节 请在量子为公众号 KPTRI对话见面 恢复招聘两个字 量子为KPTRI头条号签略作者 追踪AI技术和产品新动态 好吗